在台南水道这边的最精彩的地方 其实就是在我们的快律桶室里面的屋价 那屋价它的第一方面是它的垮度其实蛮大的 有高达19米 那另外就是它大概每两公尺多就一架 造成整个空间的韵律镁 加上它的天窗传下来的这个光线 空间的气氛是其他空间所没办法呈现的 那再来就是它的屋价在下悬梁的部分 因为它属于受拉力的构建 所以它在这边也很巧妙的用了一个拉杆 那这个拉杆也形成在跟天窗一起的一个采光的一个特色 那另外一个蛮精彩的地方就是两栋建筑都是清水砖的一个构造 那这些清水砖不管是气的工法 还有它的细部的处理其实都非常的精致 这个是可以说是当时候的一种构造的一个典范 修复过程中当然我们有一些新发现的部分 或者是设计内容带有做一些微调的部分 比如说是像极桶式的那个烟道的部分 那当初并没有呈现说它原来的那个痕迹 那后来经过审查老师的一个建议 所以就是把原来的烟道的部分让它呈现出来 那这个大概就是在整个建造过程中 大家及时广益的一个结果 在拆除快绿桶式旁边 南侧的地板发现了早期的管线 水的部分是从这边开始进来 依照毛股长在说 以前是一个计量表 水量的计量表 它可以清楚地知道说 它的浸流量大概多少 方向的部分这边有箭头 这边有水流的方向 进来之后到那个广间的地平 打开之后有发现原有的管路的位置 所以整个的机构就是从饮水进来 到水量的计量表 进来之后到我们的化学装置室这边 投药再进到快绿桶 在宋初级桶式的二楼的楼地板上 也发现了填补的痕迹 原本以为它一开始整个楼层是满铺的 因为本刷层打除之后 发现这是后来二骑士做的 在宋初级桶式的二楼 也发现楼梯扶手显现战争的坟击 我们当初在研判应该是二战时期 被美军的机关枪所扫车 所留下的一个痕迹 这个栏杆的整修 是我们去期之后才发现是同质栏杆 那经过委员的建议就予以保留 在台南水道的修复工程中 可以看到日式的平衡垂窗 其实在我们日式建筑里面 经常可以看到像此类的平衡垂窗 那其实它的设置原理呢 是利用两侧的平衡垂与我们的木窗 达到一个平衡的效果 那使它能够开启到定位后 它可以自动停止 其实在修复过程当中 我们必须注意的就是 只要在我们的玻璃安装之后 那再去做一个秤重 才能够达到平衡垂与木窗重量 一致 除了古迹样貌的修复外 也将旧有的设备修复 并且加入了电动装置 本案的消防排圆窗机构 是由建筑师以及专业厂商 还有我们施工团队 那三方去做研拟 那我们在过程当中 也先行在地面上来做一个试作 那等试作完成了之后 我们再将完整的机构 架设在太子楼的木窗上 器官室 那在早期它是放锅炉 那因为会有蒸汽 所以它会整个空间会比较挑高 高度大概是14米 差不多平常的三楼半 那这么高的高度 它为了要散热排气 所以有很多窗户 可是这么高 人没有办法上去 所以才会有摇窗机这个装置 在修复过程中的发现 可以见证历史的痕迹 古墙是连接过去和未来的强烈 这拨这么大的建筑物 其实 要做 买的都不简单 古早人为什么 在那些没有很多机械的帮助 也能做到这样 所以是真的可以看到古早人的机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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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